纳芝的地址 纳芝的地址 喂 佳雪哥 我已经到了 你到了吗 对不起啊 丧芝 我今天可能没办法赴约了 你要加班是吗 对 你先点点东西吃 别饿着了 我听你声音好像不太对 你 你是不舒服吗 没有 你是哪里不舒服 我 我就有点胃痛 可能昨天吃坏东西了 没事 我吃点胃吧就行了 不 那你不去医院吗 这件小事不用去医院 为什么不去医院啊 你这样拖着就会好吗 你 你公司在哪儿 不用麻烦你了 我真没事 公司在哪里啊 港 港北大厦 港北大厦 好 我马上过来 你好 港北大厦 你不用打了 我没有打过彼此 你这儿啊 你这儿是不值得 rock' 你这儿就是好吗 这儿去哪里 好 你这儿去哪儿 我说委头会 esyленnde 我们去医院 丧水 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就在这儿等我就好 没事 你给我 你搭着我 我真没事 走 来 小心点 你这是在颤护老人呢 乔辉啊 我不扶着你 你自己可以走吗 慢点 我不是在嫌你小梅子了 没关系 小心 你站这儿等一下我 好 等一下 你 你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你小心点啊 你小心点啊 好 要不然是打车吧 那这儿的地址呢 你 我 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家媳妇 上车吧 没事 没事 小心点啊 你好 你好 这不喝多了吧 还是 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 不会吐车上吧 不是 师傅 师傅 我不会吐的 能坚持住 不不不不 先说好啊 吐车上 赔两百 好吗 他不是要吐 他是肚子疼 医院 先往医院开吧 好的 稍微快一点 好 从彩超的情况来看啊 是急性来无炎 而且你这个情况拖得挺久的 要是再晚点来啊 就要穿孔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一种是保守正常 先住院把炎症消除 住院 另外一种就是直接进行手术 那 直接手术吧 好 没事 宋志 已经喝晚了 你赶紧回学校去 再往不安全了 我在外面等你 这是什么大手术 没事 等你坐完 这手术得做 你别说话了 那你去找点东西吃啊 嗯 好 如果我今天没有跟他约好一起吃饭 他估计就会强身下去 连医院都不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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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过多劳累 请求 喂 妈妈 喂 芝芝 这都十点多了 怎么没给妈妈打电话呀 到宿舍了吗 还是跟朋友出去玩了 嗯 没有 你记得 我哥有个同学吗 就是 我高中的时候 来给我补物里的 段佳许 妈妈记得那个小段对不对 本来是约好今天一块吃饭 但是他突然生病了 所以我陪他来医院了 生病了 什么病啊 严重吗 记性蓝尾炎 正在做手术 这个孩子也太可怜了 家里没什么人 没什么人是什么意思 他家不就在一鹤吗 他的事儿好像之前没跟你说过对吧 我给你 你说 我又没有和你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我都知道 你也不在乎 辛苦 叔叔 阿姨 这钱你们还是收下吧 我还有一些事没处理完 我就先走了 病人暂时不能吃东西 这一周内都得吃牛食 后续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过通 谢谢 辛苦了 家学哥 我问了护士 他们说住院也就需要这些东西 不过是你要是觉得缺什么 你可以跟我说 我到时候再去给你买 谢谢小藏之人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回学校吧 你等会儿出去之后打辆出租车 然后把那个车牌号发给我 回到宿舍也跟我说一声 好吗 家学哥 我又不是小孩了 你不用担心我 我自己知道的 好 东西你别收了 等会儿我来收 伤口疼吗 我打了麻药了 一点都不疼 没感觉 你不用担心了 快回去笑吧 那我明天再来看你 你等没课的时候再来 哥哥这么大个人了 不劳烦小藏之来会跑了 没事的 快回去吧 来 拿一边 你不用吧 你先不要玩 你不要玩 然后你买啊 我看你 我看你 那就是我 你不担心你 你这个小孩 就是你有趣的 她是不是不高兴了 她应该会挺缺义这个事了吧 你吃饭了吗 带了晚餐 你一天没吃东西就吃个面包啊 你别吃这个 我能点完卖 我不用点完卖 我不饿 你东西都没吃今天 怎么可能不饿 我真的不饿 我要是饿的话我会找东西吃的 我又不是小孩了 吃点东西还是会藏心的 我好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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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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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来 扎雪哥 你笑什么 没事 去哪 我去洗漱一下 去吧 她今天不能下床 又不能洗漱 要不给她擦个 我给你洗漱 佳许哥 医生说你今天不能洗澡 你要不要擦个脸 好啊 我帮你擦 没事 我自己来就行 可是万一把伤口关开了 到时候还得在医院多住几天 那也行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